同学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三段 During my first month in Hossinia I began to notice that Like the buildings, the residents also support each other 他说 这边说在这个作者第一个月在 Hossinia的日子 他开始注意到就像是这一些建筑物 这些居民同样也彼此支撑着 support是互相帮助协助对方这样 这个like是接系字表示像 所以同学在这边其实很明显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段的topic sentence就在这里 The residents support each other 这一些居民互相支持着对方 所以如果你在写作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读阅读文章的时候 你看到这句话你可以预期 这一段作者应该会说什么 对就是说明这些居民怎么样如何互相支持对方 对不对 所以后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supporting detail 是不是就是讲着他们这些居民是如何支持着对方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咯 It was clear that they faced a diversity by becoming a united front 好同学这边可以画现 It was clear that 这件事情是很明显的 这个译者是虚主词 这个译者是虚主词 什么事情是很明显的呢 好这边that的音导到后面 That they faced a diversity 他们面对diversity是逆境 他们面对逆境借由这个by是借由变成了united front 变成了非常团结一致 united是团结的 front是正线嘛 所以united front就是团结一致 好所以当他们面对逆境的时候 他们是紧紧的合作的哦 这件事情是非常明显 好我们的真主词太长了 所以我们把它搬到后面去 我们就给他一个虚主词 好这样子让我们的读者或者是 让我们的读者可以比较清楚的 好可以就是阅读文章 对不对 好知道 这件事情是很明显的 什么事情很明显 我们的真正的主词在这边 好来那我们就是往下看咯 他们怎么样团结一致呢 outsiders might find it challenging to survive the tough environment here with schemes and violent crimes occasionally around outsideers就是外面的人 外面的人可能会觉得 觉得怎么样呢 这件事情是很挑战的 find it challenging 这是我们这课的句型 让发现这件事情 这个its find 加o 加oc 好那什么事情是很挑战的呢 我们的刚刚有讲到 真主词太长的时候 可以搬到后面去给他一个 虚主词 同样的受词也是一样 如果受词太长 我们也可以搬到后面去 搬到后面去呢 就给他一个虚受词 发现这件事情是很挑战 所以这时候读者就会focus在后面的句子 什么事情是很挑战 to survive the tough environment with schemes and violent crimes occasionally around 这一件事情 在这么困难的环境 这个环境怎么样呢 with伴随着 with加o 加oc 伴随着这些帮派 还有一些暴力的犯罪 这是我们的受词 这些帮派或者是暴力的犯罪怎么样呢 偶尔有时候就是在身边附近会发生 ok 好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 好我们这句话如果把它还原 把真正的受词返回去呢 就变成 Outsiders might fight surviving the tough situation environment here with schemes and violent crimes occasionally around challenging 好这时候 同学们发现 我是刚刚念的 是不是受词真的太长了 发现什么东西很困难 就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停止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怎么样 我们就会把这个很长的 虚受 很长的 真受词呢 搬到后面去 find it 形容词 然后加上什么 to be 发现这件事情是很怎么样的 去这件事情 好所以真正的受词是在这边 好让我们的读者呢 可以呢 就是比较清楚的知道说 很清楚的说 我听到find it challenging 我可以把重心放在后面 什么事情很困难的 我就是在后面的这个句子里面找答案 原来呢 在这个很困难的环境当中呢 生存呢 是一件非常挑战的事情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咯 However for 或seen them's residents it is actually these challenging experiences that bring them closer 可是 可是 好这个however呢 表示然而 前后语气对比的时候 或者是这边同意思可以变成never the dust 或者是none the dust 前后语气对比 前面不是说吗 诶 住在这边呢 其实呢会有一些帮派啊 有一些暴力的犯罪啊 就是发生这件事情困难很挑战 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些经验 这些挑战的经验呢 让这些居民呢 更紧紧的合作在一起 好 所以呢 这边有用一个句型 it is 表示分裂去 我要把我要强调的这个东西 搬到前面去 让读者focus的重点在这边 就是这一些挑战的经验 让他们紧紧的更靠近在一起 好 Narrow Street 他说这些社区的关系 这个bunders是关系 可以被看见 可以被看到在哪边呢 在他们呢 就是共享这个Combus Combus的这个事情上面 好 所以这边就举例啦 对不对 这边就举例 好 那这个到底什么是Combus呢 这边有一个逗号 这边后面的就是解释 什么东西是Combus 就是呢 Combus就是 Combus是色彩很多的这种就是公车 那这个公车是怎么样呢 Run on Hocinia's Narrow Street 是在Hocinia的很狭窄的街道上呢 就是行走营运的公车 他们会共享这个公车 好像就应该后面会解释吧 怎么样共享 The drivers are residents who often invite neighbors heading the same way to join their right 哦原来是这个驾驶 驾驶人呢 就是这个居民 那这个居民呢 常常会邀请邻居呢 那这些邻居怎么样 要前往相同目的地的这些邻居呢 来搭他们的扁车 好 所以可以划线划起来 邀请某人做某事 好再来heading the same way 这个heading呢 其实就是说是谁啊 是这些邻居 所以这边省略了关带 who who are heading 这些邻居呢 跟这些drivers 是要去同样地方的人 来加入他们的right 让他们搭便车 这个right呢 就是他的名字当成搭便车 好 This gesture demonstrates their unity and care for one another and those individual transportation expenses 原来这一个样貌啊 这个行为啊 就是展现出他们团结 而且呢 care for one another 就是互相彼此的照顾对方 one another是彼此或者是互相 而且呢 共产的好处啊 同样也可以降低个人交通的费用 好 所以在这边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topic sentence 是什么 the residents also support each other 这些居民同样的互相帮助对方 怎么帮助对方呢 中间就解释 虽然那边的环境很不好啊 有一些帮派 有一些犯罪的状况 但是呢 因为这样呢 居民的心仅仅扣在一起 好然后呢 他这边呢 就举例了怎么样让他们的就是团结 怎么样互相支持对方 好所以他这边举出了 作者举出了 这些居民呢 好会使用这个Compus这个公车 好这个公车呢 来互相帮助对方 其实就是一种共产的概念 好就是我们要前往同一个目的地的人 哎我们就是一起share这个车子 然后彼此互相照顾对方这样子 好所以 好所以这是我们第三段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paragraph 3 describes the kind and supportive nature of Hocinian OK好所以他这边指出的是 描述第三段就讲很仁慈啊 很互相就是协助的这个Hocinian的什么这个特性呢 应该是他这边就讲居民对不对 好所以这边就很清楚就是很 就是讲人 好这边不是讲建筑物 我们第二段是讲建筑物 好所以第三段呢 我们就讲当地的人 OK好那就是我们第三段咯 同学可以再多多复习 我们下来我们下来